中华文化博大精深,在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,古人根据生活体验创造了数不清的灿烂文化,哪怕时至今日已经进入发达的科技时代,但古人智慧的发明创造依然被沿用着,譬如大家常用的筷子都蕴藏着很大的学问,虽然现在筷子的样式各种各样,但它的长度是有着严格的要求,七寸六分一点都不能多也不能少。 这一长度要求是从古时流传至今的,此外,还有大家经常说的半斤八两,既然半斤是八两,那么一斤就是十六两,然而计量单位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发生了变化。 现在一斤为十两,那么,古时候为何规定一斤是十六两呢?筷子的长度又为何是七寸六分? 其实,这些看似普通的生活细节,实际蕴含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智慧。 公元前五世纪,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不平静的年代,在那个动荡分裂的春秋时期,诸侯争霸,战火不断,而在此时,有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正试图用他的智慧改变这个世界,他就是范黎,范黎,自中烟。 越国人,在政界展露头角后,他选择了隐居,离开了那个烦扰纷扰的官场,开始了他平静的乡村生活。 然而,聪明的头脑和敏锐的眼光,让他无法真正远离世间时,有一天,范黎如往常一样漫步在田间地头,看到一个头戴斗笠的农夫正在用剪漏的工具积水,他突然意识到,这幅平凡的画面中蕴含着巨大的智慧,农夫利用杠杆原理,轻松提起了沉甸甸的木桶,范黎沉吟片刻。 他意识到,制作一种利用这种原理,且能精确测量重量的工具,将对商业贸易大有好处,一个划时代的设想在他脑海中成形,一种称重的精密仪器,于是,范黎开始为这个设想付出行动。 他四处搜寻材料,终于凑足了所需的木料,竹藤和铁块,他用坚硬的木头制作秤杆,一端系上竹藤编织的篮子放置物品,另一端则系上晶铁打造的方形砝码作为驼石,他反复调试,笔画,测试,终于制作出了原形。 当范黎小心翼翼地将各种物件放在竹篮一端,看着另一端的砝码随之上下摇晃,精确地指示出物品的轻重时,他激动难以自已,这项发明将彻底颠覆市场交易。 然而范黎很快意识到,如何在乘上标示清晰的刻度,是他面临的新难题。 该如何划分一个恰当的基准单位呢? 在绞尽脑汁后,有一天深夜,一个奇特的梦境向范黎显现,他仿佛置身于漫天繁星之下,耳畔不断回想着天书、天玄、天机、天拳这些美妙的名词睁开眼。 他立刻明白了,这正是二十八秀的名称,二十八秀,二十八颗明亮的星秀,构成了中国古代星空观测的基础。 他们不仅位置固定,数量也刚好与十进制相配,范黎终于找到了最佳答案,他决定以十六颗星秀的名称来精确标示称的刻度。 并规定,一斤为十六两,这简洁统一的标准,无疑大大方便了市场交易。 很快,范黎制作的称,以其高度精准而在商人中间传播开来,不再有靠经验意测的模糊不定,一切交易终于有了一个公平公正的定量标准。 范黎用他的智慧彻底改造了商业市场,为后事奠定了一斤十六两的基础。 当我们在市场上拿起一斤糖果或面粉时,也许正是范黎那颗闪耀智慧之火的光芒,穿越千年,仍在指引着我们一斤几两,如何换算,相信大家都听过半斤八两的这个词语吧。 如果设定半斤是八两的话,那么一斤就会是十六两,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规定呢? 这还要从秦国商样变法开始说起,商样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,所以商样才会提出重农丧,将军功等措施。 秦国通过商样变法后,国力增强,经济繁荣,军事强势,成为了战国后期最为强大的诸侯国之一。 但商样除了让秦国走向强盛之外,还为秦国创造了标准的度量横器,即商样粮,度量横是什么?是一种用来测算物体长度、容量、重量的统计方法。 但由于商样没有机会见到秦国的一统天下,因此他也只是规范了秦国的度量横,可大家有没有想过,度量横也是需要事先设定一个标准的,简单点来说就是逻辑起点,就拿现今的度量横来举例吧,现在是将米作为横量起点的,有了米之后才会出现分米、厘米、千米等长度。 而对于中国的古人来说,他们会以什么作为度量横的起点呢?只有弄清了这一点,才能明白为什么一斤会等同于十六两。 大家也都知道,古人最是重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观念。 因此,一旦天地自然间出现什么罕见的现象,古人就会认为这是天在发出预告警示,所以,古人才会喜欢大晚上的跑出门去夜观天象。 在他们看来,这些星宿就是最能体现出天的意愿的媒介,于是,在古代就出现了一群,自称能够通过占卜星象来预测祸福之人。 这一斤等于十六两,就是与这星宿有关。 相传古人,在制造秤的时候,他们观察到了天上的十六颗星宿,分别是北斗七星,南斗六星和福禄兽三星。 在古代星象学中,北斗竹死,南斗维生,三星则就象征着一个人的福。 鹿,兽,因而,古人认为在称金两的时候,如果出于私心,没有给对方足称的东西,那么就会受到这十六颗星宿的惩罚。 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短一两无符,少二两少路,缺三两折寿这样的俗语。 当然了,关于金两之间的换算,还有一个民间传说,相传李斯正在为秦朝统一度两横而做准备。 有一天就去问秦始皇该如何设定七十点,这位皇帝就大笔一挥,写下了这天下公平四个大字,而这四个字的笔画恰巧是十六画,于是,一斤就等同于十六两了。 但这也仅仅是传说罢了,虽然说很多古人制定出的规矩,看上去有些不可思议,就像一斤偏偏是十六两,不能是十两,毕竟使用十进制的度量横也不在少数,例如米和千米,但是这一斤却不属于十进制的范畴中。 这也是因为古人将这金粮与天上的星宿结合在一起了,一旦发现缺金少两的情况,在买家看来,这样黑心的商家势必会遭受到上天的惩罚。 可是由于乘这种物件已经从很多人的日常生活中脱离出去了,比如现在在超市里进行购物。 很多东西都已经提前打包好了,还标上了价格,顾客所要做的就是拿上这件物品,再到收银台去结账。 所以,对于现代的人们来说,很少有机会接触到金粮之间的换算,因此,关于金与两之间的互换方式,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,但与金粮不同,筷子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必备的物品。 在品尝一日三餐之前,都是要提前准备好筷子的,可应该也不太会有人去注意筷子的长度吧,更别提七寸六分了,筷子在古代有许多别称,如下,柱,礼记中说更是有菜者用家。 急救篇,说柱,一名家,所以家十也。 柱这个称呼比较文雅,文人写作,或者官方记载常用,虽然明代民间有了块儿的叫法,但官方是不太推崇的,康熙字典就只承认柱,不承认筷,筷子的形质也有讲究,并不是方方正正的两根木头,就能称筷子,续一头粗,一头细,一头方,一头圆,暗和天原地方的自然哲学。 而太极阴阳知识,在筷子上也有体现,太极为一,阴阳为二,一一乘二,和二为一,所以筷子要叫一双筷子。 而不是两根筷子,筷子的文明史远远流长,远比刀叉丰富,刀叉并不是西方文明的特产,早在战国时代,甚至更早的三,四千年前,古人就已经使用叉子进食,但后来更方便筷节的筷子几乎独霸了餐桌, 时至今日,我们仍然会听到使用筷子的不少禁忌,其中的事情智慧,值得细细品味。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,很早就进入了文明时代,并且,这种对于文明的追求,已经浸透了每一个国人的身心,在我们日常所使用的度量横中。 在我们日常所使用的筷子中,其实都有着古人们对于世界的探索,以及对于自我的要求,小小的一斤与筷子,看似不起眼,体现出来的却是一个古老国度的文明底蕴,而这其中的道理,自然也是炎黄子孙们应当懂得的。 有什么意义呢? 你如果不是这种形象刁经 gamer,你看出来头 what if要的集中。 感谢观看